你 狂卡22分 石板七冒 周琪赛后一番话令人素婉几近 姚明没看错文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亚斯坦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周琪关注中国南辣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那么周琪呢在最新一场NBL连赛当中的一个 超然的表现 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目前CBA的比赛正在休赛期当中而与此同时那么其实在国外的 NBL连赛当中那么他们的比赛却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 那就在最新的一场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周琪所在的这个东南墨尔本凤凰队呢也是最终 凭借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和成绩打 打败了在上个赛季的一个冠军球队墨尔本连队那么取得了一个赛季的第2 连胜 所以其实对他们球队来说能够取得这么样的一个成绩呢自然是非常值得高兴 而他们能够拥有着这么好的一个表现了一定要感谢我们的这边的球员周琪 我们可以看到在本场比赛当中周琪的表现确实也是非常的出色 他可以说在攻防两端呢都展现出了非常完美完美无懈可击的一个统资力 可以说呢不断给对手造成麻烦比如说那导致他们中锋犯规呀 迫使他们的教练去换人 而且呢其实在防守进攻方面的都拿到了非常漂亮的一个数据 所以最终也是带着球队的一步步去紧咬比分最终的反超了比分 所以整场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周琪啊也是一个人的狂卡的22分10个篮板和7个盖帽 可以说呢他的得分和盖帽的数据都是全场最高的 堪称是非常优秀出色的一个球员 那么因此我们也看到其实周琪这样的一个表现呢也在赛后得到了他们的一些队友啊 包括他们本土教练的一个点赞 说呢其实他呢现在这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继续维持下去的话 那么本赛季的一个MVP呢那么其实非常莫属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当中呢其实也看得出来目前周琪的他整体的一些表现呢 已经是获得了当地联赛他们的球员包括本土教练的一些认可 确实是相当不容易的 而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比赛结束之后呢面对外界的一些战役啊那么周琪这边呢 反倒是非常的冷静 而且呢他说出了一番呢非常高情上的话也让很多人呢 树然起敬 我们可以看到周琪啊在赛后也是在社交媒体当中发布一条话说呢他说 一场激烈的比赛一场团队合作的胜利 一场比一场好单纯的拍皮球 那么可以说啊其实从周琪这番玩笑话当中呢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他把这一次 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呢完全是归功于整个团队一个合作的胜利 而且他也只是强调说自己呢只是单纯的拍皮球那么其他的成绩呢 都要是归功于他们的团队那么其他一些队友的一个配合 所以从目前来看那么其实啊周琪这番话呢确实是非常的高情商 而且呢也是非常有这样一个大将的风范 确实令人呢 虽然解禁 而我们呢其实回想两年前周琪的表现那么当时在这个2019年世界杯呢 再结合他现在的表现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蜕变 要么有球迷就这样说啊有一种呢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的一个感觉 那么我们也看到当时在2019年呢 那么其实周琪呢也恰恰去面对波兰那场比赛当中 出现了很多严重的失误 导致中国队这种是惨败 没有能够进入奥运会 所以当时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球迷都去批评周琪是波兰奇 而姚明呢其实当时也是非常的失望啊 毕竟呢我们也知道当时由周琪这个新一哥带领着中国男男的却不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也是丢掉了奥运会的一个名票那么对每一个啊教练或者说每一个领队来说当然都是非常难过的一个结果 所以当时其实很多球迷也对周琪不抱希望也觉得他呢可能在以后呢难堪大任了 结果没有想到那么其实经过两年那个蜕变那么周琪确实是变化了 非常的厉害 而我觉得其实他这样的一个成绩这样的成长了对于姚明来说确实应该也是没有看错 那么两年的等待也终于是等来了周琪的一个蜕变 我相信他的一个成长也能够在将来对中国男男的一个成绩的提高了 也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在此前我们也看到在面对日本的这两场比赛当中呢 周琪虽然说只出场了一场比赛 但是确实是非常的给力 也是非常的争气整场打的非常的拼命 所以从这一点当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周琪呢现在已经是逐渐成为我们中国 目前的年轻球员这一批球员当中的非常优秀或者说最顶级的球员之一 而我们也期待那么接下来他能够继续在这边国外的联赛当中呢继续成长 继续锻炼争取之后呢那么去继续代表着国家队去征战取得更好的成绩 周琪加油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